中美就贸易问题达成局部协议的消息传出后 余度令股市飙升 全球股民为之疯狂 但有关协议的文本仍被曝光 更有消息称 北京当局要进一步磋商 再拟定协议的内容 有专家告诫 中美只是 暂时停火且难以持久 甚至撑不到圣诞节 在中美传出达成局部协议后 美国的投资者很快就意识到 美方没有制定取消既有关税的具体时间表 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亦仍然不符合美国会计准则 因此美方下一步可能加强打击这些冲启 瑞英集团纽约交易所交易大厅业务主管卡辛表示 美中只是暂时停火 难以持久 香港01发表评论文章表示 因清醒地认识中美目前达成的局部协议 评论指出 从双方此次达成的成果来看 双方确实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不少的进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领域的共识和协议 其实早在2019年5月谈判时 便已经有了进展 当时中美贸易协议已完成大约90% 但最后10%是最为困难和棘手的部分 并没有达成共识 通过对比发现 此次第一阶段协议与此前5月份谈判的共识 并无太大的区别 剩下的10%的分歧 似乎并没有在这次谈判中得到解决 文章指出 中美贸易谈判具有脆弱性 双方推进贸易谈判的进程 不只是为双方协议的分歧 而是以此实现彼此的政治目的的手段 若中美为了实现各自的政治利益 便会用90%的共识作为基础 若不想继续推进 极有可能会因为10%的分歧而在线僵局 换句话说 中美目前贸易谈判达成的任何阶段性协议 都面临着随时撕毁的风险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10月15日驳回了川普等共和党人对他的指责 表示自己在乌克兰和中国进行外交工作的时候 没有做任何不当的事情 此前川普和一些共和党人抓住亨特 在乌克兰和中国的一些工作 提出了没有证据支持的腐败指控 据美国之音报道 亨特在10月5日接受美国广播电视采访的时候承认 自己或许在宏伟计划中有过错误 没有顾及到对父亲的政治影响 但是他表示 在某些道德问题上 自己绝对没有犯过错误 7月25日川普跟乌克兰总统通电话的时候提出 希望对方对拜登父子进行调查 亨特曾经在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董事会任职 这通电话成为众议院对川普进行弹劾调查的主要根据 据法新社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之子亨特在遭受川普连连抛轰后 10月15日终于打破沉默 宣布辞去中国公司董事 亨特10月13日透过律师梅西雷斯发出声明说 他会在本月31日辞去 渤海华美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职务 亨特也承诺 倘若父亲拜登在明年美国总统大选胜出 他不会在任何外国企业任职或进入董事会 律师的声明也详述了 亨特2014年加入乌克兰天然气公司董事会的情况 亨特在今年4月辞去董事 声明说 尽管受到外界普遍检视 亨特在5年任期中 国内外执法单位也不曾宣称他设计不当行为 报道称亨特的律师发表声明后数小时 川普10月13日在推特表示 现在看来亨特要突袭且榨取更多国家的钱财 中美上周达成第一阶段性贸易协议 美国财长努清10月14日表示 一旦中美无法签订贸易协议 美国仍将在12月中对进口中国商品 实施另一轮加征关税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则表示 中美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是一致的 没有差别 美国财经媒体CNBC引述消显示称 中方希望在签署协议前举行另一轮谈判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贸易首席 谈判代表刘鹤为首的中国代表团 本月底获在初始商讨协议文本细节 并寻求美国打消原定12月中开始 对中国进口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美国总统川普8月1日宣布 你将于9月1日起对华3000亿美元进口货品 加征10%关税 但不到两周后改变初衷 以避免影响圣诞购物计消费为由 把在当中占总价值于半货品科征关税日期 推迟至12月15日 川普上周五表示 基本上已和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需约三至五周才能敲定最终协议文本 他将在下月中致力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协议 但他也承认仍有破局可能 美国财长努钦说更多不同层级的贸易谈判将在未来数周展开 包括他本人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刘鹤 下周的三方电话沟通 以及川普与习近平在治理的峰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15日例行记者会上指出 中美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也是一致的 这份经贸协议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中国美国和世界都有利 对经贸与和平也都有利 另外耿爽指出 中国企业根据国内市场需要 以市场化的方式自主采购了美国农业产品 中方还将加快采购美国农产品 在美国NBA火箭队总经理莫利的停港言论 导致NBA级火箭队在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商业危机后 中美艰难地重启了第13轮经贸磋商 而且此次磋商似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按照美国总统川普的话说 已经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阶段协议 回溯一周前 茉莉10月4日的停港言论传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中国社会上下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点燃 NBA几乎被认定将在中国官方的封锁和爱国者的声讨中 终结在中国大陆的生命 有评论称 中美的持续对抗已经远远超过关税争端的范围 而向经贸金融甚至文化人员往来等全方面扩散 于是中美脱钩似乎在某些人的视野里成为了可能 然而NBA在中国的活动并没有终止 上海战与深圳战的活动仍在继续 而民族主义立场鲜明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认为 抵制应该适度 似乎在茉莉事件发酵到今天的高潮地步后 中国舆论场开始出现比较理性的降温 为缓解中美民间紧张情绪预留了空间 更重要的是川普所指实质性的第一阶段的协议 并不如双方所期待的那样大踏步的跨越 评论人士认为 磋商的结果是很难说双方有很大的让步 相反比如美国暂停10月15日的对华加税 和中国承诺采购更多美国农产品等 实质上都很有限 但是即便如此 可以看出来双方都从接受了对方的有限度妥协 并适应了这样的未来节奏 事实上即便是持最激烈立场者相信中美会彻底脱钩的也寥寥无几 脱钩在他们的视野中只是相互威胁的说辞 中美只要不发生热战 中美之间的对抗就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的 今日美国总统川普下令从叙利亚北部撤军 土耳其随机攻打当地的库尔德族 导致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川普10月14日采取强硬行动补救 签署行政命令制裁土耳其官员 要求安卡拉政府停火 川普发表声明 授权制裁令叙利亚东北部局势不稳的 土耳其现任及前任官员 包括封锁在美国的财产及禁止入境 又宣布把对土耳其钢材征收的关税 回升至5月末下调前的50% 美国商务部则立即终止 与土耳其谈判总值1000亿美元贸易协议 他警告 只要土耳其领导人继续走危险及破坏的道路 他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 好迅速摧毁土耳其的经济 美国财长努钦宣布 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 内政部长苏尔努及能源部长邓梅兹 列入制裁名单 土耳其国防部及能源部意识制裁对象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 下周将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 呼吁欧洲盟友对同属北约成员的土耳其 实施外交及经济措施 10月15日 川普的推特沸腾了 在过去不足24小时内 他连猪炮事的发推都针对土耳其打击叙利亚 这一话题展开 一家美国主流媒体还因相关报道被骂假新闻 川普先是惊呼大丑闻 他怒斥美国广播公司被发现 使用了土耳其攻击叙利亚的假镜头 川普认为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耻辱 紧接着 川普又转发了关于土耳其在叙利亚东北部行动的声明 纽约时报10月14日发表调查报告指出 德意志银行为了在中国市场攻下一席之地 通过各种方式笼络中国政治精英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 德意志银行从原本在中国默默无闻 到2011年被彭博新闻社凭借为 在中国以及除日本以外的 亚洲地区公司股票上市的管理银行首选 报告指出 德意志银行曾送给一位中国国家主席 一只水晶雕刻老虎以及丹麦奢华视听品牌博鳌的音响系统 和计价值18000元 另外 德意志银行曾送给一位生销鼠马的中国总理 一只价值15000元水晶马 总理的儿子则获招待出席1万元的高尔夫球活动 以及拉斯维加斯旅行 报告还指出 一名在中国国家银行担任高层主管的官员 父亲正是开国元老之一 收到德意志银行馈赠的礼物是 一瓶来自拉菲罗斯查尔德酒庄价值4254元的1945年份的名酒 因为这名银行高层出生于1945年 报告称 德意志银行砸下以百万美元计算的资金聘用中国顾问 顾问团成员包括与中国总理家人合伙经营的生意人 以及一所为德意志银行高层主管 敲定与中国国家主席会面的顾问机构 根据报告 中国共产党领导精英中超过100名亲属受聘于德意志银行 尽管某些受雇者条件根本不够格 据悉 德意志银行内部亲密文件记载着 在15年间银行主管的电邮 电子试算表 内部调查分析报告 以及高层主管访谈等 文件内容显示 德意志银行在中国涉嫌贿赂的行为 程度比先前美国官员公开指控的更加严重 这些资料也显示 德意志银行最高层主管 曾经接受有关这些可异行为的投诉 却坐视不管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